所以就是说柯文哲凭借一人之力在支撑他的民众 而不是民众党支撑着柯文哲 所以他的民调变化十足为了应该会很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执着的主讲人张有话 台湾民意基金会我已经曾经讲过 他要公布一份民调 在21号以前 结果20号他公布了 就是星期二 星期二他现在他公布的最新台湾大选的民调 是赖清德是36.5 柯文哲 柯文哲是29.1 侯友宜是20.4 跟上一次TVBS做的民调 第一名是柯文哲是33 那第二名是赖清德 第三名是侯友宜 这个中间最大的差别是柯文哲由老大变成老二 赖清德由老二变成老大 但是侯友宜依然垫顶不动 这里面他们就突然发现 侯友宜的民调垫顶原因是非常非常的多 在这里面就是只有六成七的人 六成七男人群众支持谁 支持侯友宜 其他的三成三都跑到柯文哲那边去 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柯文哲极有可能会取代侯友宜 那造成侯友宜有可能成为一个气宝的对象 因为现在侯友宜的民调经过GABS和台湾民意基金会 他都是维持两成 这个两成就跟当年的新竹市一模一样 就是本来林根人是民调最高 打到最后他变成了18.7 然后高宏安就是逆势而上 由第二转第一 就是高宏安现象的出现 但是新竹市毕竟是一个小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整个台湾 看整个台湾就是侯友宜的民调 他固定在两成 那我还是讲他已经腰斩 他最高38.7 现在变成了20.4 你就证明了他的民调已经腰斩 那许多票员也流向了柯文哲 这也就是说柯文哲知道他的民调 现在是向上窜身的速度最快 所以他也渐渐的在开始操作气宝效率 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台湾的政政界 对于侯友宜的看法 我或许就是台湾第一个讲 侯友宜非但没有庆祝航行 他的民调一定是往下降 我是第一个讲 那其他很多人不以为来 说经过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他民调必然提升 但是事实现在证明 就是三家座的民调他都垫底 那国民党虽然说侯友宜 他还是保住第二 但是国民党的内参民调 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完全完全的公布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老实讲侯友宜第二 你把证据拿出来 那国民党是从来不拿这个证据 国民党打的就是所谓的新领战 那其次我们就看到了柯文哲 柯文哲这个现象 在台湾选举史上是非常吊诡 为什么非常吊诡 就是说他在重要的区域 截至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提出一个区域立委的 推荐名单 所以就是说柯文哲 凭借一人之力在支撑他的民众 而不是民众党支撑的柯文哲 所以他的民调变化 其实未来应该会很大 那讲到赖清德我还是这句话 我也不想重复了 他没有超过民进党的地板 所以未来这三角都之战 就是呈现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会不会发生起跑 如果柯文哲长期在第二 后面苦苦追改 赖清德或者维持第一 那会不会发生起跑 这个起跑的对象 就是柯文哲跟侯友宜 民进党要起跑是非常的困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在这三角都的局面之下 侯友宜能不能够起死回生 就是说侯友宜如果不能起死回生的话 像组非力联盟 蓝白河都不可能实现 就是不可能实现 在不可能实现之的状况下 国民党就要慎重选择 要下架民进党 除非转而支持柯文哲 那国民党敢不敢做这个决定 绝对不敢 那第三个 就是国民党的这些小机能 因为面对若基的侯友宜 是不是他们会转而跟柯文哲合作 只不过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 跟柯文哲夜奔敌音 这三个问题 现在已经变成了国民党的心腹之患 这也就是我在网路平台跟视频上面 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提醒国民党 侯友宜老早就是老三 但是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相信 包含侯友宜方面也不相信 那侯友宜之所以会到达垫底的地步 你很多人都认为 说应该是受到幼稚园的 未要案影响 在未要案上位发生之前 侯友宜的民调 已经从老大变成了老二 这个我过去我也讲过 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从老二变到老三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显然 我所知道 魏耀案跟他的关系 跟侯友宜之间的关系 当然是相牵连 但是 未必是重点 所以国民党是划错了重点 从三月四号我就看出来 侯友宜的民调是不可能上升 各位不相信 你去翻 我过去讲到侯友宜的 一一验证 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局 侯友宜的民调想要上升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侯友宜本身的问题 他很多 国民党的问题也不少 那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加成效应 这种加成效应就导致了 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问题 侯友宜有侯友宜的问题 连他支持群众 蓝营的支持群众 三成三都跑掉 就是我们必须要很钦佩的讲 国民党的确是有一套 所谓是有一套 把第一变成老三 这个是过去政党 很少发生的现象 那现在大家都在检讨侯友宜 难道朱立伦跟国民党不该检讨吗 未经训典部